大家好,我是刘洪云 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带状炮疹怎么治疗 带状炮疹呢,是我们临床常见病 这个发作的时候呢,真的是让人痛不欲生 经常所以呢,包括我们这次的刚结束的这次线下班领 也有学儿一直问我这个带状炮疹怎么治疗 然后呢,今天我们就分享一下 带状炮疹呢,首先我们在这个治污进行刺血 这个是刺血 治污血我们说了可针可刺血 但是呢,刺血的效果要远远的高于针灸 刺完血之后,我们扎上曲池血海 那同样,曲池血海这两个也是一个经典的血位组方 那针对但凡有血热这种症状呢 我们通通都可以加上这一组曲池配血海 临床呢,使用的频率极高,效果也确实极好 那除了这个我们刺血,然后扎针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配合上我们的隔浆灸 隔浆灸呢,我临床用的特别多 效果也极好 你看好多的这个带状炮疹都是属于这个腰上一串一串的 像这种情况 那我们揪的时候,你就两头揪 买的,去市场买那个鲜姜 买的时候呢,不要买那个小块的 就是买整个的一大块的那种 然后斜着切,切多少呢 一般切一个这个两个一块钱硬币的那个厚度 切完了之后,你看 我们在这儿,假如说这是一大块姜 你切完了之后呢,用牙签把这儿扎上眼 别扎连了啊,扎活了 因为这个往下漏活呢,可就麻烦了,烫着人了 扎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艾柱 就这种像圆锥体的艾柱 这个呢,有卖现成的 也有那个,你可以买好一点的艾柱 你买回来自己搓 基本上就是抓一把艾柱,拿手这样一搓 它就成了一个什么,这种两头尖的 就搓成这种形状 你从中间一掰,就是两个艾柱 我们揪的时候,就这种隔江揪 两头堵着揪 连刺血带扎针 然后呢,再配合上隔江揪 两三次就好,效果极好 如果大家临床遇到这种症状的话,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两针是怎么竞争的 我们传统的取持续呢,比较简单好取 取的时候呢,让你的顾客呢,曲肘 然后呢,这有一个横纹 你看,很明显的一道横纹 然后呢,我们在横纹头的这个位置 取持续 然后刺的时候,直刺,进针五分到八分就可以了 看,这是它的横纹头 在这个位置 直刺 就是我们的取持续 我们的血海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啊,传统穴位 呃,这个呢,定位呢,在我们这个膝盖这个冰骨 它这个黑白肉脊的这个地方上 两寸半 也就是这个位置 那我们传统的这个简便取却法呢 例如说,要求它可以屈膝 然后呢,把你的手掌根 然后对到这儿 你的拇指所在的位置 看 来,放下吧 A,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血海 我们竞争的时候呢 直刺,竞争五分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血海